OK 好 那同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V篇 那V篇的话呢 在这个页面上面我们有看到1到5题 那待会呢 我们还会接着看6到10题这样子 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V篇 那V篇的话 同学其实比较有问题的话 是第4 第5 第8 跟第9 那我们这边先来看到第4 第5 OK Robert Frost is widely known for describing nature and the rural life in simple and direct language However 好 这边我们要用的However 因为这边表示一个就是很简单的语气的转折 OK 他呢 比他那个是很有名的是他的这个 用这个简单直白的语言 然后来点点点点点 不过呢 What makes his poems memorable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用一个however就好了 那同学会问到说 为什么不能够用besides besides的话 通常呢 你说除此之外 那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要指的是说呢 你前面呢 已经讲了好几个了 至少比如说三个 好比说 那这时候你才说 哦 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之外 再补充一下 这样子 可以有一个补充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不会用besides 那in fact的话呢 也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呢 当你用in fact的话呢 你要讲的是说 哦 呃 你们原先以为是 点点点点点 然后abcd 点点点点 这样子 可以 可是其实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这边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语气上面 然后有需要这样子来做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in fact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到下一句 Readers are not only moved with the serene beauty he depicted but are inspired to reflect on some universal questions of life Universal 它说呢这个 这个具有普世价值 具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 人生嘛 对不对 都是会有一些古往进来啦 不管是哪一国的人 然后我们大概思考到我们的人生 都是会有一些很普遍性的问题 好比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往哪里去 我又从哪里来 OK 或者是一些呢 这个人际关系上面一些很久不变的课题啊 我们讲爱啊 恨啊 OK 好 虚伪啊 背叛啊 点点点啊 这些呢都是所谓的universal questions of life OK 好 那今天有同学问到说 为什么不能用mundane啊 那可能你在查字典的时候 你把mundane这个意思有点误解了 mundane所谓的普遍的 普通的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指说没什么特别 很平平无奇的 好 我们呢就会叫做mundane 这样 OK 好 所以呢这个 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还是要用universal 而不要用mundane OK 好 那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八跟第九题啊 好 那第八题的话呢 同学可以看一下你手边的这个考卷 stopping by woods on the snowy evening a horse rider is hesitating over weather he should stop to enjoy the winter scenery or 同学有没有看到那个or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呢 基本上是必须要用weather 跟那个or 做一个搭配 这样子的话意思才会 才会完整啊 如果你用that的话 这个意思呢就不完整 这样子 OK 然后必须要用whether or 这样搭配来讲 才能够讲说 是否是a还是b 这样子 OK 好 那第九题啊 第九题的话呢 它说 in the end the writer chooses to fulfill his duty for he knows OK 好 为什么要用for 因为呢 我们说for 后面如果承接句子的话 for 指的是because 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because he knows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然后你用because的话 前面不需要斗点 但是用for 用for的话呢 因为for 跟什么 for的话呢 我们常常讲说 它是所谓的对等连接词 也就是呢 它跟and or 还有什么but 这些呢 都是属于同一类的 所以呢 它放在两个句子中间的话 一定要有斗点 所以这边要给一个斗点给它 是这个原因 但是它的意思还是指因为的意思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b 篇的一个解题 OK 好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往下看这个可怕的这次 这个有点可怕的瘟疫悬天 OK 好 So see you